努力春節的腳步重金 為了讓學校圈裡面過這個氣氛 競感攏高雲昇 國立教育學校在每年的季末 都會基盤春聯到學活動 今年特別邀請到新鞭行 無計劃 跟五千華三位司法大師 請祝跟學校來緩和 這點全校的屬性 下春聯 不就孩子都是第一次 提起沒有別的生日 雖然又不是真實人 但是單純一波的筆法 令人驚嚴 國立的新年過完 農農的新年腳步就接近了 說到農農的新年 不可以省的 就是各個學校的大春聯 國立教育學校在這十日後 就要安排在比莫、福望、迎新春 歲月揮和華東 請來思法民宿這點兒 學習下春聯 大必揮和來團達新春的祝福 四百萬位的蘇新鞭 接著在等下思法 中民上東盛大 雖然內中有春風 四日春聯 七日春聯 紅包都很頂頂 好幾乎 接下來可以大致的告訴 他就是帶回家來加添火器 過年年前本校嘉義民特殊教育學校 都會舉辦全校學生一起寫春聯 讓他們也了解中國文化的一個美麗優雅 那今天特別我們邀請了三位大師 包括沈彭城校長 小孩的單純和這補的結束 學校在在農業過年前 特別安排下春聯課程 更請來民宿記得 不僅是讓小孩擁有特別的學習體驗 也讓學校提早穿完地的農業 存在氣氛 這次新聞通告別 王秀三 跟日期彩虹報道